求知者坐在桌前 低头专注阅读资料及填写履历 希望可以顺利找到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工作 这场嘉义县政府举办的就业博览会 提供了1600多个职缺 吸引将近1500人前来参观与面试 家里人年纪比较长 希望我回来嘉义这边工作 照顾家人 之前是在大铺梅那边工作 那边是离家太远了 所以我想说找民雄这里 离家比较近一点 现场有超过55家厂商 我们提供了1600多个职缺 那其中有4家的友善企业 也提供了55个身心障碍者 弱势这样的朋友的一个职缺 为了让青年人能返乡工作 嘉义县政府大力招商 增加在地就业机会 协助县内厂商能够找到好人才 并提供有就业需求的朋友 求职或转职更好的选择 薛工已经变成是一个常态 因为少子化的关系 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举办这样的求职 让更多的企业组 能够有更充裕的劳工的就业 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 在人才的募集 尤其在一些基础上的 一些作业能力的募集 在值跟量的部分的话 我们明显的不足 我们可以来扩大办理 我想这个对厂商的一些 持续性的投资意愿 会有一些相当大的帮助 陈一汉处长表示 这次初步每核有400元次 每核率达到57.8% 新唐亚太电视 罗金星方亚贤 台湾嘉义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